市區行者 行山 Freestyle Hello 又是我Andy 不知道你有沒有跟著我去逛下這個T Park 如果你有逛過T Park 導賞員應該會跟你說多一句話 上到頂樓的時候 然後你看看對面的地方是Y Park 然後他又會有一個挑戰給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預約這個導賞 Y Park有什麼玩的 其實我們可以在裡面有一個工作坊 還有一個導賞團 如果你去T Park的時候 應該T Park的導賞員會跟你說這些話 你會不會像Andy一樣 都有興趣去了解一下 這個Y Park是什麼呢 原來Y Park的名字叫林區 Y的意思是Yarg Yarg就是樹林的意思 其實Y Park又是怎樣來呢 會不會跟T Park一樣 所有東西都是自給自足 還是怎樣呢 並非自給自足 而是真的在做另一件事 叫樹木回收 Wine Park的回收 那個是怎樣去做法呢 可能我們將時裝 由2024去2018年了 2018年9月16日 山竹10號風球 那個衍生 可能9月17日通街倒樹 然後你回不到工 只是那個颱風 香港已經倒了10萬棵樹 這10萬棵樹 那怎麼辦呢 搬就搬不前 最多都是說 當時在日間的時候 是完成了市區裡面的 一些清理樹木工序 能夠讓各國的通道 能夠暢通無阻 山林那些呢 好了 收拾好之後 又會拿去哪裏呢 以前的做法 都很簡單 堆填區 抹到堆 抹到堆 有些人會覺得 那些樹其實很有用 你有沒有可能 斬了它之後 或者移除了一些危險樹木 拿去堆填 那在2018年的時候 也都有一些私人的機構 因為它本身裡面的樹 它也都說 其實我們機構有些打樹機的 把一些樹枝 放到機器那裏 就可以造成木碎和木康的 資源可以循環的 因為這件事 令到政府之後去想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樹木回收呢 那這個wide part 就是在這個氛圍當中成立了 2018年去籌劃 21年就開始接受公眾去參觀 以及去看一個導賞服務 每一天去收的樹木 雖然都是有一些限制的 樹木的根是不要的 就是要樹幹 但譬如我們過年的時候 有些人很流行插桃花 可以集中一個點之後 就可以送到wide part 做回一個樹木回收 甚至乎現在 都有一些人很流行 在外國等於聖誕樹回來 真實的聖誕樹 同樣可以透過回收的程序 可以把它送回到wide part 所以在wide part 收的樹木 就不是賣一棵花 或者一小堆 都不知道實不實在的東西 它最主要是做一個樹木回收 那究竟它會導賞些什麼 首先是說 怎樣預訂 一開始講過 就在wide part的網頁裡 你可以參加這個導賞團 它有星期三和星期六的團 星期三的團 就沒有工作坊 而且星期三的團 是比較容易預訂的 因為沒有了工作坊的吸引 反而quota會有 第一次Andy去的時候 就預訂了星期三 預訂完之後 我覺得我很幸運 其實只剩下一兩個quota 我預訂到 去到的時候 也有專車接送 專車又在哪裡來的 又是在VCity 其實氣氛在什麼地方 明明有十幾二十個quota 但專車是一架中型的旅遊巴 只坐了四個人 另外有一團的人 大概十個左右 他們自己租車進去 其實只有十四個人 明明quota應該有二十個 我預訂的時候 已經是拿到最後的位 也已經不可以再加位 已經滿了 其實有些人是Low Show 其實我覺得Low Show的人 自己都要負擔責任 其實為何有些免費的東西 提供給你的時候 你還去Low Show 是否因為免費的關係 所以我去不去也無所謂 這就是一個道德的問題 既然你想去的話 你預訂了 麻煩你準時去到這個地方 不要說這些免費的東西 可以有可無 我去也無所謂 其實令到一些人 想去的人 變成沒有了一個機會 其實來說 Wildepart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蛤?這麼小的? 整個Wildepart的導賞區域 如果以我們Soul Radio的錄音室 去看的話 其實是一樣大 去導賞些什麼 最主要是說到 Wildepart來的歷史 說到香港常見的樹木 說到樹木怎樣去循環再用 說這個樹木怎樣去分為一個密度 怎樣去分為一些硬的樹木 什麼叫軟木 甚至乎去展示一些工匠的手筆 告訴你 其實樹木真的被移除了之後 還有什麼出路 當然我每次看到這些展品的時候 都不其然發覺 每一個展品上面 都吸著一隻山竹的印 其實他們告訴你 這些樹木就是在山竹的時候 被吹斷了 送進來 去做了這些展品 當然有些人很好奇地問 你弄了這麼多家具 這些物品 是不是可以賣的 Wildepart也說是可以賣的 不過展品仍然放在這裡 譬如你喜歡這個設計的話 原方可以幫你找回那位師傅 再做一個給你 當然了 師傅的人工要再計算 除此之外 甚至乎帶我們去看界木的地方 那些樹木怎樣混進來的時候 做什麼工序 可以把樹木變回一塊塊的木板 透過導水員介紹 讓我們能夠知道 樹木回收是什麼一回事 怎樣去到樹木能夠重生 其實原來木康木稅 可以利用在農業的上面 或者在公園那裡 蓋在植物附近 讓不要那麼多雜粗 可以重生 亦都可以令到那些地方 會微觀一些 原來樹木 細節木康到木稅都是有用的 甚至乎這些木康 是可以給公眾人士去拿的 只要去到入址申請 填方就可以了 不過 拿完之後 怎樣運走 交通就要自己去想想 第二次我去到Wire Park的時候 我們都是預約導賞團 這次就很好 就沒什麼人表演 我們亦都在星期六的團 是有工作坊的 其實在工作坊裡 真的有很多機器 就好像我們以前讀書一樣 去做木工 什麼好玩呢 我那次就做了一個 細小的木的杯戰 我亦都會有些朋友 然後進去做另一些東西 視乎當時 那個導賞團 是不是有很多人去 人手夠不夠 可以做到不同的東西 其實來說 在Wire Park裡面 原來有吉祥物 這個吉祥物是什麼呢 就是山竹仔和鳳凰女 為什麼呢 山竹仔很容易理解 Wire Park來的源於 是因為山竹颱風 而鳳凰 香港最常見的一種樹木 是鳳凰木 利用了兩個名稱 就成為了Wire Park 一個吉祥物 這次去Wire Park 還有一些新的發現 我見到Wire Park裡面 這些切出來的木板 都很適合我用的 你可以入籍申請 拿些板去到家 自己去鬥一下木 做回一件 合自己心碎的家具 也可以 都是說一句 因為木板也很重 職員是不會提供任何資源給你的 你有興趣去拿木板 你就要自己租車 然後拿完木板 就可以回家自己用了 當然這些手組 你可以上網可以玩得到 你可以假裝的 其實來說 Wire Park這個地方 你可以很開心地去看看 如果你好像Andy 那樣 讀中學的時候 真的沒有木工科 可以試試玩一下 做一下木工 極端天氣越多的時候 其實塌了樹 不要覺得是一件什麼事 最重要你知道 塌了樹之後 原來政府是有個設施 將它的善後 也都讓它能夠有一個 適合的地方去重生 那樣 由於Wire Park 星期六的導賞團 是下午的時間 那如果你想玩一天 又怎樣去處理呢 那當然你早上一早去屯門 上一集有分享過屯門徑1 其實可以走屯門徑2 屯門徑2 其實比屯門徑1 再高多大約100米 在屯門徑1 也已經鄰近九徑山 但我們不想去九徑山 反而也是走一個位置 在屯門徑1 高大約50至100米的地方 看回屯門的全景 走過去的時候 就遠一點 因為下山的地方 下山的地方 差不多接近紹康站 好像遠離了一點 不過不要緊 我們走山的話 走遠多一點 沒有所謂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也可以坐一個站的火車 或者輕鐵 回VCity 去Food Court吃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 最重要就是 你看到Y Park的職員 在等你就可以了 在月夜時間 前早10至15分鐘 到VCity的巴士站就可以了 會在點名 有專門配送你進 Это 去參加道想團 以及去做工作坊 希望你聽完今次的節目之後 也希望你能入去 去試 выступ玩作玩作 добав 去看看樹木的回收 以及樹木有什麼出路 或者你有一門好的功夫 就是專門鬥木 你都可以向原方申請 拿一些木板回去 做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家具 都沒問題 今集說到這裏 下一集都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另外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呢? 下回分解 拜拜 我是Andy 請聽我說草根憑者的故事 Soul Podcast 有故事的聲音